你觉得香港楼价仍有没得跌 作为一个地产代理 我经常被人这样看 我通常会看着客人 很诚恳地跟他说 会 客人这样问 九成觉得香港楼仍然有得跌 他只不过欠一个人 给他一个肯定 师弟 给你信心自己 你会跌的 我这样回答 都有个理据 虽然去年楼价回落了15%左右 但香港楼价依然是贵的 根据瑞银昨天发表的2023 现在全球房地产泡沫指数 香港楼价对收入的比率是22倍 即是香港人要不吃不饮 22年才能买到一层楼 当然这个数字是比较夸张的说法 事实上这个数字是说 一个人Full Pay去买楼 而现实大多数新手上车子业 都是会用高清手按揭 即是大概用10%至20%的楼价 就可以上车 变相容易了 当然这样操作 换来的是一身赚务 而在全球的高湿环境下 这个不是一个很明治的决定 所以近几个月 一二手的交投量 都是急剧地减少 整件事都很正常的 因为按揭利率上升 公楼的成本跪了 很多人数选择转租贵 所以我都跟客户说 现阶段 买楼自住OK 买楼投资 基本上是没得还 因为香港的租金回报 大概2-3厘 对比定期或尾债 稳选的5厘息 根本没得还 除非你看楼时 真的撞井一个 天底买的筍盘 有绝具的上行空间 不是的话 多谢观望 观望不是真正是坐井观天 而是要留意个事 如果有二次业的朋友 有两个时间点可以留意 第一个 就是未来十月的施政报告 第二个 就是看美联储 几时减食 两个时间点 对不同人有不同的重要性 第一个 新施政报告最大 可能就是政府会放宽辣椒 据问有人提议政府 可以不用一步到位去撤纳 可以逐步来听到 最有可能会发生的 就是先欢迎后追索 即是以人材计划来香港 首次置业人士买楼的税率 跟香港永久居民首次置业的税率 是看齐 即是最高给4.25% 不用给买家印花税 不用给同家印花税 加上30% 相对来说 成本是轻的 只要他们乖乖地 持有这个物业 7年 建成永居 政府就 放宣他用一个永居的心法 去首次上车 之后他去买楼 都不会追回他 但是 如果他未是永居 就选择买楼 或者是换楼 那么政府的税稿 就追回他中间的差价 即是30% 减去4.25% 追回25.75%的税稿 我觉得这个提议的可行性挺高的 因为这种的形式 对国内的朋友 确是有一定的吸引力 变成将一笔钱 买了一个物业可以自用 可以出租 7年后 拿到永居 再考虑去买楼或者回楼 既投资了香港的楼市 又省了25.75%的税稿 最后又多了一个 新香港人的永久身份证 这个方式配合到香港的人财政策 短期内又找到一批 高资产的外国或者国内人士 去承接回楼市 至于这班人7年后会怎样 个人觉得以香港的吸引力 确是会有一定比例的人财 在香港发展 有人会问 7年间那个人想换楼 我们不让他换的 是的 是真的不让他换应 与人买楼就会追缩过税 那他可能不用换楼 他就能将自己的房子出租 自己去租回自己心意的地方 以租底租的影响 都可以做到 当然如果他没有钱 也没有关系 被人追过税 当我没说过 假设香港人股真的去减纳 或者去撤纳 不加一段的楼市 因为短暂有什么会弹一下 又会跟趋势向下 至少一年内 我都是看向下的 因为高息的环境 对什么资产都不太友好 尤其香港的租收比率依然是这么高 即是你打本买入一层楼 要出租40年才能回到股 还要面对将来楼价下限的压力 借用马士康先生那句 买楼投资的话 不要加速 反而简单做定期 或者买美债 无风无浪 都不理会收 所以个人觉得楼市最终的转续 真的要看看美联储何时会减食 这个才是重要的时刻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的老师 再见 拜拜